這個區塊式設計的部分 我們也只做這六個指令 只做這六個指令 我覺得把所有指令加進來 會增加複雜度 反而讓大家不容易了解 它程式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我們只做六個指令 讓各位看可能會比較清楚 這六個指令要用區塊式的方式做 就沒那麼簡單了 我們不能夠說Case什麼OP怎麼樣 因為那就不是區塊式的設計方法 那是流程式的設計方法 那我不能夠很簡單的直接在裡面 就是加減成圖然後就做完 這樣子就不會是區塊式 那所以我們要做區塊式的 我們必須要把整個設計圖給畫出來 那這邊是我們的一個設計圖 請大家看一下這個設計圖 這個設計圖我用的是LibreOffice畫的 Impress畫的 但是它不是標準的電路圖元件 因為Impress沒有標準電路圖元件 所以我全部都是用區塊的方式畫出來 那我們來看 在這一個處理器MZU0BM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程式計數器 這是個戰爭器 程式計數器PC 這邊有一個A就是累積器 這邊有一個SW就是狀態戰爭器 這邊有一個SW就是狀態戰爭器 好 那這裡ALU算數邏輯單元 這裡有一個A的加法器 但是它永遠只加2 所以這種加法器的電路會比一般的加法器更簡單一點 不過其實我們不會看到非常細部的電路 所以寫起來Viracle層次是一樣的 接下來這裡有塊記憶體 這就是這一個MZU0的記憶體 總共最大到4K 最大到4K 那這個記憶體裡面呢 我們在程式計數器PC傳進去之後 PC傳進去之後呢 它會傳出指令出來 OK IR傳出指令出來 那我們沒有為IR設計一個專門的戰爭器 因為以這個模型而言 因為以這個模型而言 IR直接從線裡面取出來用就好 目前不需要暫存 好 所以呢 PC也就是記憶體位置 目前程式指令的記憶體位置放進去之後 會取出指令 指令的記憶體位置放進去 取出指令 很正常 好 然後取出來之後呢 它 這個指令 會放到控制單元裡面去做解讀 好 控制單元解讀之後呢 會根據指令來設定 到底要開哪些開關 控制單元的動作其實主要是在設定開關 以這種區塊式的角度來看的話 控制單元的動作都是在設定開關 好 所以控制單元會設定哪些呢 除了開關以外就是多工器 那控制單元會設定像這個 這個 i2 wi 這個就是那個 記憶體 指令存取的那個記憶體位置 或者是寫入的記憶體位置 OK 好 另外它會設定alu裡面的運算 到底alu要做的是加法 還是要做的事讓它通過 還是要做減法或做其他的 這個是控制單元 畫出來的這些線的用途 那最後呢 這個alu出來的結果呢 有可能會改變狀態暫存器sw 但是它出來的結果有時候會回饋給 累積器 通常會回饋給累積器 那這個累積器的輸出 有時候還會再寫回記憶體 所以這一條是寫回記憶體的部分 而且它的輸出有時候還會再回饋給alu 給算數流期單元去處理 那透過這樣的一張圖 你才有可能看得懂接下來的程式 接下來的程式 我們先設計了記憶體 好 這是記憶體 我們一樣在裡面用initial begin的方式 使用readnvmh把整個機器碼讀進來 那它的主要動作就是讀取 讀取就是這兩套 因為它有兩套的讀取線 所以讀取是這兩套 那寫入是這個always區塊 always區塊 另外我們有宣告了一個加把器模組 就是c等a加b 就是加把器模組 那請注意這邊有parameter 這個parameter還會有預設值 預設值是w等於16 所以當你宣告一個加把器 如果你沒有給這個w的話 那它就會預設是16的大型 加把器是16加16個位元 16位元加16位元 好 那暫存器一樣 預設是16位元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處理器是要設計16位元 所以我們預設成16位元 那暫存器就是 這是邊緣觸發的暫存器 所以是在邊緣的時候 它才會做寫入 那讀取的時候是隨時都可以讀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設計了一個lu 算數邏輯單元 這個算數邏輯單元 只有三種指令 一種叫加法 一種叫比較 另外一種就是直接讓它通過 我做加法也不錯比較 直接讓a通過 那剩下的呢 就是直接把c設成0 其實不應該有剩下的 不應該有剩下的 那接下來宣告了一個多功器 mus多功器 它根據選擇線 這個是 這個是 只有一條選擇線的多功器 那如果選擇線是1的話 它就會傳回i1 否則它就會傳回i0 好 最後呢 我們寫了控制單元 這個控制單元 是整個程式的核心 但是以這邊而言寫起來不算太難 mw就是記憶體的寫入 什麼時候要寫入呢 只有在op 運算碼 它是st 只有st指令的時候才會寫入 然後呢 aw 就是 這個aw是在哪 看一下aw aw在這裡 aw在這裡 就是說 允許寫入到A贈存器 叫aw 那這個aw什麼時候會 會 可以寫 會設定呢 可以寫呢 是在ld指令 和add指令的時候 才可以 把 加法 算出來的結果 就lu算出來的結果 再寫回去 A贈存器裡面 那這個sw就是 寫進狀態贈存器是什麼時候呢 只有比較指令 才會改寫狀態贈存器 所以 這裡 OP 等 MCU 等 CMP 這個是 只有比較指令 才會改寫狀態贈存器 另外 PCMUS 這個是要寫回程式技術器 寫回程式技術器 寫回程式技術器 什麼時候它會寫回程式技術器呢 只有跳躍指令 只有跳躍指令才會改寫程式技術器 所以 JMP 才會改寫程式技術器 還有 JEQ 而且 JEQ什麼時候會改寫程式技術器呢 是 Z級標被設定起來的時候 才會改寫 所以 OP 等於 JEQM的Z 是這個原因 另外 LUOP LUOP OP 等於 MCU0.LD D 的話呢 如果是載入指令 就直接讓它通過 因為載入不需要做加法 所以直接通過 如果是比較指令呢 LU就要做比較運算 比較運算完之後呢 會寫到狀態贈存器 如果是ADD指令呢 那LU就要做ADD運算 否則的話呢 LU呢 就輸出0 好 最後呢 就用這個MCU 把所有剛剛的元件 全部兜起來 我們兜了一個PC 程式技術器 那這個程式技術器 需要多大 以這個例子而言 因為它的記憶體位置 只有4K 所以只要12個位元 4K 4K嘛 因為其實 我們指令 只有後12個位元 才是位子 所以PC也只要12個位元 就夠了 不需要到16個位元 同樣的 這個程式技術器 要加2的這個加法器呢 當然也就12位元的加法器 也就夠了 所以這W是12 好 接下來記憶體的部分呢 你就要注意這些線 到底是怎麼拉的 這些線 MW C AO PCO IR C MO 這些呢 都對應到這張圖裡面的這些線路 OK 所以PCO其實對應到I1參數 然後呢 IR其實是接到D1參數 然後呢 這個C控制線出來會接回I2參數和接回WI D2會接到MO參數 那這邊AO會接回WD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就看出它的對應結果 好 那這是我們的安排記憶體的這些接線安排 那暫存器的部分有A暫存器對不對 那請注意A暫存器的接線安排也是 也是要注意 再來狀態暫存器它的接線安排 ALU 算數邏輯單元的接線安排 然後多工器 這個多工器是在這裡 多工器MUS MUS多工器 它的輸入有兩個C PCNext 輸出是PCI 好 最後呢 控制單元 控制單元有多少輸入 那些線要對應的拉出來 然後呢 初始化的時候 我們讓程式技術器和狀態在人際都是0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宣告一個MCU0 就可以跑程式 好 最後 Cluck一開始射成0 然後就開始Monitor 然後讓Cluck開始震盪 每5耐秒震盪一次 結果呢 這個程式 這個程式 機器碼跟原本的伊加拉斯 那個機器碼是完全一樣的 直接套用 編寫完之後呢 就直接用 Eplus去編譯 執行 你就會看到幾乎是跟之前很類似的結果 只是我們觀察的東西是那些線 而不是直接觀察戰準器的內容 因為以區塊式設計而有我們觀察到的視線 所以你有看到最後這個55是有輸出的 那這種設計方法是硬體人的想法 它對我 對各位來講應該會覺得比較難 那這也是我很少做的一個採用區塊式設計的處理器 區塊式設計的處理器其實我不是很擅長 但是我覺得有必要讓大家了解這種區塊式的設計是怎麼設計的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程式摔下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一個程式摔下來 好 叫做MCU0BM.V 好 叫做MCU0BM.V 編集 好 層次放進去 好 確定一下我們現在讀取的檔案是哪一個 一樣是MCU0M.X 那因為我已經放之前已經有MCU0BM.X在裡面 我就不用再複製再放 如果你沒有的話你要記得把那個機器碼的部分也貼進來 好 接下來就可以來測試一下 這個部分你要理解它就比較難 因為流程式的比較好理解 這種區塊式的不好理解 好 那你有沒有看到 最後這個部分 如果這是55個跑出來 那大致上就是對的 好 OK 那請試試看 去看一下區塊式的這一個版本的程式 OK 然後想辦法了解它 如果大家看不懂的話就來問 這是今天的內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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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